好,我們來到軟件 Bloody的附近軟件,當然最大的賣點就是Multi-Core Multi-Core其實有分三個 第一個就叫Ultra-Core 1 1的意思就是非FPS射擊類的模式 即是一個最基本的模式 除了轉DPI之後,其實沒有其他可以做到 去到Ultra-Core 2 就叫做左三槍 其實所謂的意思就是 這個模式可以令 剛才我們說的3個1N和3個FPS 分別可以下載單發2連射和3連射的模式 所以大家可以用槍的時候更加彈性 但是這個功能仍然有壓槍 而去到Ultra-Core 3 才正式有壓槍功能 除此之外,壓槍功能之外 還會多了一個自動腳本 還有一個OCK的偏襲 所以大家可以盡情調整自己的 好像有什麼特別的功能 但是要試試試一點 就是香港裏面的V5和V7 才預載Ultra-Core 3 這個功能 如果大家買V3 可能沒有,就要另外 再付86元才可以有Ultra-Core 3的功能 所以大家計算一下 其實大家計算一下 這個賣法比V7更貴 更貴 好了 那 Ultra-Core 講完 我們開始講一下 設定壓槍功能 但這個就看到壓槍功能的表 裡面呢 會教你兩種設定 第一種設定 就是跟著管理庫來設定 怎樣設定呢 我們按出來 它會叫大家設定名字 螢幕解像度 什麼窗類 什麼名字 這些純粹錄用的東西 是沒有關係的 大家可以看到樓下 有一個 微調模式2 微調模式3 那這兩個有什麼用呢 這兩個就是要設定壓槍的位置 壓槍裡面 最主要是兩樣東西要設定 第一個就是彈速 而第二個就是壓槍量 要這兩樣東西配合到 才可以完全發揮到壓槍的效果 當然 因為每個遊戲 和每款槍的設定都不同 其實大家都要試好幾次才會試到的 那 那 反過來 它的壓槍量是用1 2 3 4 5 來做一個單位 那 是不是越設定高的越好呢 那是絕對不是的 那 如果因為設定太高 那 大家有玩FPS遊戲都知道 那 後座力會令到你把槍越射越高 那如果壓槍量太高 就會變成越射越低 那 變成有一個反效果出來 那 除了這個設定 其實壓槍還有另外一個設定 那 大家可以測試一下 那 那 剛才我們說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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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那兩顆就是壓出了關 那 那 它除了可以轉模式之外 那 那其實還可以Double Kick 那 Double Kick 大家會看到它會閃一下閃一下 那 意思代表什麼呢 那 其實 然後在螢幕的右下角就會有一個表出來 那表是甚麼表? 其實都是這個表 其實變成一個快捷的設定模式 例如大家玩一下轉槍的時候 沒有空出來轉一款自己未用過的槍的時候 就可以用快捷模式立即設定效果 就可以立即跟敵人對戰 所以大家時候才可以再在管理帳戶加上設定 不用世為武器 當我們找了新槍就沒有設定 就不能用压槍效果 另外,再講講奧茨卡的雲爪 奧茨卡的偏雜 大家可能在A4Tec那樣 但它會有什麼呢? 它們會預設了CS 180度轉身、四連發等等的腳本 大家也可以下載這些編程去試試玩不同的遊戲 另外我們再順帶一看就是DPI的設定 DPI設定本身是不同的MOS 它有一個專用的DPI設定 大家的設定法就是 除了使用這個1號鍵 其實Double-Kick就會閃閃閃 大家就會變成一個設定DPI的方式 大家再用這個MOS score-up-down 就會變成提高DPI調低DPI 另外在軟件上還可以設定什麼呢? 就是設定5段的DPI不同的位置 另外也可以設定XY軸不同DPI值 所以大家可能用更高解像度的螢幕的時候 那個反應會更好的 除此之外它就螢幕對不同電腦的配合 它也有這個反應時間的調整 所以就算你配合不同的機器 可能有一點點瑕疵 它也可以盡量和你fine-tune 另外有一個按鍵的設定 大家都可以依照著自己想要的功能 可以照著你設定的 其實基本上除了三個特別的功能之外 其實全部仔也可以設定的 比晴車和警告 也能 Polycha 搶案 全部驅か回來 每一台 cock 還是網絡